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即将迈向25年的直销公司 在台湾也有25万名会员 面对近来多家直销公司窜起竞争激烈 自然也要拿出最高规格紧抓住会员们的心 TVB的新闻王志刚刘涵竹台北报导 而这家直销公司培育出了不少钻石级超级业务员 而且有很多您知道吗都是妈妈级的 有位红妈妈她本来只是平凡的家庭主妇 现在不但成了超级业务员年收入一两百万 而且她还被公司向众拍广告成了广告明星 以前是老公给我的那些我有给的能力 笑咪咪一脸满足还有标准的碰碰头 便以为红玉女只是普通的欧巴桑 人家可是有一两百万的年薪 赚了十年是钻石级的超级业务员 还因为这句座右鸣被公司向众代言 从不起眼的家庭主妇一炮而红成了广告明星 有时候刚好可能是在跟我讲电话嘛 那刚好半夜的时候广告又播出来 他们说哇吓死人了妈妈我又看到你了 还有这位旗袍辣妈 叶桂金来自马来西亚 却在台湾圆了她的韬鸡梦 叶桂金每次来台必定住五星级饭店 夜晚七千多元一呆就是三到五星旗 房租二十五万跑不掉毫不手软 展现钻石级的风采 叶桂金还特地去北京定做顶级丝绸旗袍 一套折合台币就要四万 整体造型全都有专人set好 我今天是请了我的主底下的一个造型师 一大早六点多起来给我打造的 我其实是觉得还算OK 其实就连造型师也是她的下线 下回看到这些五六十岁的妈妈级老板 可要向他们致敬 TVB的新闻王志刚刘寒竹桃原报导